我昨天已經回答過了 曹操在過不回應無良 公關公司綜藝事件 但前一天的蘇魁語氣可不是這樣 事實也已經清清楚楚 那如果有人故意歪曲或自導自演 那都要自己負責 蘇貞昌如果把我的名字講出來 他如果敢說是徐曉星自導自演 那我一定會告他 那他為了逃避這個法律責任 所以影射的殺傷力最大 絕對不可能是自導自演 因為如果是自導自演的話 那我去提告 無異於就是請警方抓我 徐曉星也臉書發文 雖然蘇貞昌一點guts都沒有 以後是要怎麼抗中保台 但眼看輕率粉專 轉貼造假混件 爭議延燒 陳時中等人繼續把矛頭指向徐曉星 我想選舉要用負面選舉 這是一個不好的示範 我們要回歸正向的選舉 不要有個人為了自己的聲量 而持續來操作 那我們真的也要呼籲 不要再繼續浪費社會資源 也不要繼續再耗損司法資源 再次強調陳時中敬拜 沒參與沒接觸 但這說法徐曉星不能接受 網友只是做了一個熔爐跟他的偷窺影片的這個二創而已 他就喊著要去報警提告 再來他做指揮官期間 他也曾經提告過在網路上罵他的人 我是為了要去追究所謂的黑函到底是誰做的 這是意圖使人不當選 而且偽造文書是滿嚴重的違法行為 你們竟然說這叫做浪費司法資源 這不是完完全全的雙重標準嗎 強調一定會讓側翼在法院開同樂會 選前輕綠粉磚翻車藍工綠房 TVBS新聞 洪富華 劉婷婷 看不到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